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2号星期四 中国的网信办被列为新闻自由掠夺者 无国界的国际的无国界医生组织 3月12号今天在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 公布今年侵犯网络新闻自由最严重的20个公司和政府组织 那么恭喜中国网信办被评为了新闻自由掠夺者 他们无国界记者组织说 说中国网信办对百度微信微博和抖音等私营网络平台 进行网络审查监视阻止和删除内容和应用 这个应该还是我觉得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没有什么可说的 说自从新型病毒以来 中国网信办的加大打击所谓的网上谣言传播 媒体和博客作者的社交媒体账户 遭到压制 这两天到的最凶的就是采访武汉中心医院 急诊科主任艾芬 发哨子的人 对发哨子的人 对这个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引起了网民们各种调皮的恶稿 发了我看有各种版本的 各种什么阿拉伯语版的 英语版的 日语版的 道状版的 反正是什么繁体 反正各种版本都出来了 反正来讲中国网信办还真是实质名贵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对此 如果你要就是说别人说骂别的 我觉得还有人说造谣 胡说八道 我们没有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提中国网信办 说句话 怎么说 对吧 然后说他还包括对财经杂志的进行了压制 说财经杂志报道了官方未公布的新冠感染的病例 他报的数比中国官方的数要多 然后中国网信办还宣布 从3月1日起开始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禁止发布损害国家荣誉的信息 提倡制作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这个也是中国人民所中待的 我经常说我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人民选择了政府 很多人都说你说的不对 当年老猫他们是靠武力夺夺的天下 根本就不是人民选择 人民是被动的 我跟你说 当时是4万万对吧 4亿人4万万同胞 当时如果是4万万同胞不要多了 只要超过80%的人 相信蒋介石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仅仅国民党 当时相信当时的民国政府是好的政府的话 如果所有的4万万同胞 仅仅团结在蒋介石周围 没有人帮着共产党打仗 共产党到哪儿都跟日本人一样 你知道吗 那时候打日本也是 日本人到哪儿 中国老百姓都是去给国军通风报信 是吧 说日本人到哪儿了 对不对 如果当时就是说 国军跟共军打仗的时候 老百姓对待共军 就跟对待日本鬼子一样的话 那么共产党是赢不了的 必输 不要说什么俄罗斯 美国这些 这都是外在条件 真的 如果所有的老百姓都只是相信国民党 然后共产党自己的部队 也不相信共产主义 共产党部队一到了战线上 就开始 比如说交枪投墙逃跑 对吧 当逃兵 或者一有的机会就起义 枪杀共军的首领 然后向国军投诚的话 能打得了吗 那不可能打得了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是什么呢 很多人还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国民党的部队有很多 很多都没有打 很多都是起义了投诚了的 其实非常的多 当然相对来讲 就是黄埔系投诚的 投降的非常少 都坚持下来了 其他的一些 有一些军阀的一些部队 有很多就投诚了 对吧 你像我觉得 最著名的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的北平不就投诚了 等于就是和平解放了 对不对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就在这了 对吧 要是傅作义的话 我就说 如果是日本人来打北平 傅作义会投诚 他就不会投诚了 他应该跟日本人干到底了 对不对 因为老百姓不允许 对吧 但是傅作义觉得 如果我投诚共产党 我还算是民族英雄的 对不对 要投诚日本鬼子 当汉奸了 他们投诚日本鬼子 不可能 所以还是普遍来讲 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人民更相信他 相反来讲 更加的不相信 蒋介石和国民党 更加的相信共产党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 人民如果没有选择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取得政权的 下面所有的部队都不听话 都不听指挥 那打外屁账 对吧 所以这还是一个根本问题 就现在来讲 就是说说实话 中国老百姓 更愿意相信病毒是来自中国 还是更愿意相信病毒来自美国 对吧 还是愿意他相信来自美国的多 对不对 所以中国政府才能继续执政 你像现在 不管是任志强 赵士林 艾芬 还有国家媒体 死东记 我们都在说 对吧 我们都在说 就是说武汉实际上 感染人数 是远远超过中共官方报道的数字的 就刚刚也提到财经杂志 也报道了中共官方的未公布的 新冠的病例 死亡人数 感染人数 我们都认为跟中共报道的数字不实 但是中国老百姓相信谁 相信我们 还是相信中共官方的数字 他还是相信中共官方的数字 对吧 如果现在中国老百姓都觉得 中共在造假 都觉得病毒是来自于 来自于中国 都觉得中共就在骗我们的话 中国政府现在就没法统治了 但他能统治说明什么 说明还是相信他的人多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情况 这是老百姓选择的 对吧 我觉得你任何人 你要回避这个事实的话 都不可能 对吧 如果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了 都上街了 那还统治个屁 对不对 警察也不信了 部队也不信了 调警察 警察全都起义 调部队 部队都倒戈了 那你难道让习近平一个人 去统治十几人 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还是有人在帮他统治 对吧 好吧 所以还是要听网信办的 要制作和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然后要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好吧 这就是无国界 记者组织和中国网信办 看你的选择相信谁 好吧 你要是相信中国网信办的 对吧 你看你相信谁 对不对 还是人民的一个选择 是吧 没有办法 目前来讲 中国人民 你服务也好 不服务也好 还是选择相信中央网络党的多 是吧 好吧 今天今天想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